帅哥 帅哥 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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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阿邦 你没事吧 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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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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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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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阿姨! 加油 老爷 不要太难够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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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你是好人呀 是 是 好人没好 咱们可不是 说 岳本海 你不能进入祠堂 为什么 按照族规 你沉迷赌博 荡清家产 弃死生父 你不肖子孙 已经开除足籍 你从今天起 再也不能进祠堂一步 接过来 少爷 接过来 族长 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要送我阿爸最后一程 将郑茂怡的灵鹅 送入祠堂 组长 组长 不能进 让我进去 组长 不能进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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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公 请您发现 我一定会辅佐渤海 崇祯 家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朴海 殿下了 你别跟着我 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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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都伺候老夫人一晚了 月已深了 您也该跟您歇息了 您先回去睡吧 您还要等少爷吗 大婚到现在 他什么时候好好在家待过 天天让你独守空房 都这种时候了 他还不在家 上门来 高哥 上门来 慢点 他还不在家 金飘哥 这是我家少奶奶 还想见见少爷 是少奶奶来了 陆先生 渤海怎么样了 别提了 前几天晚上 跟鬼似的跑到我这 就围着那工厂乱跑 拉都拉不住 在那雨地里哭得跟狼叫似的 听着叫人直发毛 后来哭晕了才停下的 我好不容易把它弄到屋里去 谁知道 这一觉醒来 他就不说话了 跟丢了魂似的 一天到晚不出屋 整天傻呆呆看着那屋底 那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这边行 这边 到了 请 郑少爷 少奶奶来看你了 郑少爷 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都不说话 送他回家他也不肯 杜先生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我跟他说几句话 好 今天 沙船被蓝麻痹的人开走了 不过他的赌方已经被人砸了 不会有人再去他那赌博了 我知道 是你救了很多人 碧仙 很多人说是你害了我 我也这么觉得 可是我现在觉得 是我害你 我 公公去世 我一直在想 没有我 你不会自甘堕落 也不会去赌博 更不会被赶出郑家宗子 你要怪就怪我吧 别再怪自己了 别再怪自己了 只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火生生的人 争不过已经不在世的人 难道得不到的东西 就一定是最好的吗 如果他活着 如果你们现在在一起 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 我知道一位公公的事情 后悔 我也很伤心 不过公公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婆婆一个人 一个女人 刚刚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不应该 再失去自己的儿子 来的时候 婆婆让我告诉你 就算你被赶出了郑家宗子 恒德房 还是你的家 如果你真心悔悟 想要挺起胸膛做人 就应该混出个样子 重归宗祠 那样公公才能 真正地原谅你 话我说完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是我情作账写的修书 如果你愿意 就签个字 我走了 我和婆婆 在家等你呢 宝成 我回去了 少爷呢 他不跟你回去吗 宝成 你千万要照顾好少爷 千万不能让他出事 少奶奶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少爷的 杜先生 真是麻烦您了 嫂子 看您说的 你家少爷救过我命 以后跟我别那么外道 那我回去了 你们想不下去上海 少爷 好端端呢 去上海吧 我要去上海闯世界 等我混出个样子 我要风风光光的 冲回郑家四塔 我跟你去 我长这么大 还没出过阵海呢 宝成救去 去 少爷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 其实我早就想去上海 可是人生地不熟的 我不敢 那怕什么呀 郑家少爷 我在上海有个亲戚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找他呀 别叫我少爷 叫我渤海就行了 以后我们三个人 就是好兄弟了 好 那咱们今天就在这烧黄旨 拜兄弟 以后咱们生辞与共 同甘共苦 一起到上海滩 闯一番天下 好 好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郑渤海 我渡金标 我代宝成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从今以后 同甘共苦 生辞与共 好 好 卖布了 卖布了 书行的头段什么颜色都有 红的 蓝的 花的 有大人酒 黎黎 什么花的 什么颜色都有 不吃了 不吃了 吃不下了 走 王妈 王妈 你这是怎么了 王妈 我饿 你饿你也不能吃人家剩菜剩饭 多脏啊 你看你瘋瘋癫癫的 你还不赶快回家去 老板 给他重新弄点吃的 呦 郑家少奶奶 实际房的人没有见字不就的 王妈也是个可怜人 您放心 我们不会让她爱饿的 你认识她 蓝麻皮家的嘛 自从死了女儿就不见了 今天突然跑出来 没想到居然又疯了 她男人不管她吗 管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啊 要不是家乡闹灾 她也不会被人卖给蓝麻皮这个无赖 麻皮别说管她 只要不害死她 就算是万幸了 老板 你先忙去吧 我知道你喜欢少爷 可是 可是你真的配不上人家 就听我的 死了这条心吧 死了这条心吧 我去死了 你不是哪一样 有复了 有迹哥 有复了 有复了 太晚了 有复了 你不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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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三个 三叔好 金彪 我是金彪 我爸是三姑婆的堂职 这上一年三姑婆过大寿咱们见过一面的 你是三庄的那个赌徒儿子 三叔看您说的我早就不赌了 家里怎么样还好吧 我爸前年青帮在延天蒸码头让人砍死了 我妈一着急也气死了 现在就剩我一人了 这二位是 他们是十七房的 对对对对 我们都是金彪的朋友在镇海认识的 对 好朋友 他救过我的命 我们都是生死的交情 既然都来了 就在我棉沙场干吧 好嘞 谢谢三叔 谢谢三叔 杜老板 您误会了 我们是来跟你谈生意的 跟我谈生意 谈什么生意 以前啊我家是干棉沙铺的 我想在上海租个铺面 从您这儿进货行不行 要做棉沙生意啊 你的铺面在哪儿 有多少钱呀 三叔 我们要好几百块钱呢 铺面哪儿热闹就租哪儿 这棉沙实质用品 越是人多的地方就越好卖 这样 我呢先给你们找个落脚的地方 这些事以后再说 杜老板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们呀 年轻人 你们刚来上海 人生地不熟 还是先了解一下行情再说 三叔 三叔 杜老板都说好了要收留我们 你为什么还要走 我说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不是来当伙计的 我三叔可没那么说 他只是说铺面难找 他就是瞧不起我 那可不是 那现在怎么办 咱们 我听说上海滩全是大饭店 还抽没地儿住 先去趟南京路 去南京路干什么 找地儿住啊 先找个地方换身衣服再说 快快快 快点啊 快快快 快快快 我超过你了 先生 小婷 谢谢 谢谢 给你 跑得这么慢 走 好啊 走 快快快 我们去看场电影啊 哎 两位少爷是要住房啊 我们要住三人间的 听口音是正海人 是进房的 房间二十五块钱一天 不过用人是不能住的 他住的用人房在底层 也是要另收费的啊 狗眼看人低 想我们没钱是吧 跑车 哎 哪钱 金锣 咱们去别的地方 住哦 就住这儿 咱又不是没钱 够吗 够 哎 我跟你说 以后别凭依附瞧人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知道他大舅子谁吗 上海宁波商会的会长 哦 少说这些废话 带三位少爷 上套房 三位请 谢谢 你要走啊 是啊 再玩一会儿呢 这是你们的房间 哇 太好了 谢谢 哎呀 这就是饭店 比我的小木房子可好多了 好是好 可价钱也不便宜 怕什么 咱们还有几百块强的 怕什么 怕坐吃山空 早知道那天砸麻痹赌场 在账房里多捞点钱呢 哎 没事 人家不都说了吗 上海啊 遍地是金银 只要你啊 哎 找到门路 就不愁挣不着钱 哎 她说得对啊 咱以后要是赚到钱了 把这饭店买下来 想住哪间房 就住哪间房 走开 这上海潭真是太美了 说明啊 这不害他们有没有消息啊 你先坐 今天码头的人带来了消息 说他们三个去上海了 说要混出个样子 才衣锦还乡呢 那他们有没有说 到上海去干什么呀 婆婆 你放心吧 他们三个大男人在一起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或许去找我哥哥了 渤海这孩子我了解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求人的 你说常当上海哪有那么容易啊 怎么说也该回来打声招呼 我已经给我哥哥写了信了 让他一有消息啊 就赶紧告诉我们 你们别管我 别管我 这什么地方 灯虎酒碧的 这么晚了还这么多人 三位小兄弟 是来上海潭做生意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住四国饭店 我也住四国饭店 来上海潭做大生意的 都要住四国饭店 你也是来做买卖的 到了上海潭 胡郡这摆了门可是不对的 进去玩玩吧 好啊好啊 走吧 进去玩玩 走吧 我来请客 这样 都是来上海潭做生意的 找个朋友啊 还可以有个仗意 走 来 你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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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哈哈哈哈 哈哈... 走 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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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金彪 陪我去到厕所 憋得不行啊 没出了你这么多事啊 金彪 就陪我出去一趟吧 先生 毛房在哪儿 他就倒一跳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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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敬一敬 敬一敬 下面有请欧阳霞小姐 为大家演唱一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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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 勇阳霞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цен雨 下午夜里没有光明 陆杨霞 是我們这里最红的虎女 没有放一颗痴迹 你 相信夜中找不到那走彦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春花没有雨里 你祝给我一颗痴心 像梦里春花留下一点怀疑 我要你的爱情 我要你的痴情 你不给我温馨 何处有人进去找寻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冬夜里没有光明 你不给我一颗痴心 像星月里头找不到那踪影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春花没有雨里 你不给我一颗痴心 像梦里春花留下一点怀疑 让我扭除了 你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有 站住 不住 有 站住 张静人啊 你怎么了 你好 说得好棒哪 月芳 是 月芳 对吧 我叫欧阳祥 月芳 你不认手了 我先不喊 哪来的小鸡 想吃我的豆腐 唐先生 你看啊 都把我掐疼了 都把我掐疼了 我陪你揉揉啊 这是我新来的朋友 刚到上海 没事了 怎么还认识这些乱七八糟的朋友 都给我轰出去 好 马上救护 你先到后台去休息 我一会儿来找你 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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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 允风 都在跳舞 不要给大家捣乱啊 唐先生 他是不是叫王允风 他叫欧阳霞 是从大武汉来的 你一定是罪人了 不可能 我真的认识他 漂亮女人都想认识 不能这么着急的 不行 我要见他 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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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一下 坐一下 老弟啊 講完了 你们两位他哪里去了吗 方便一下 好好陪陪你们正少爷吧 滚 怎么了 我刚才见到岳方了 岳方 岳方不是头将死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从空那里 赢了 放开 曹晓鸥 王临 郝海 你可能是人都走光了 你肯定是看花眼的 岳方姐头将是多少人都看见的 肯定是他 我不会看错的 都已经死了的人了 还能再活过来 走吧 回去吧 走吧 摩海 不要等他出来 问问他 你在哪儿认识这三个 小别三 今天刚认识的 宁波来的小开 看样子没有钱的 他们来干什么呀 到上海滩来的 还不是想发财吗 这小子倒是个情种 他说你长得 像他死去的情人 你是不是鬼呀 你才是鬼呢 你有打什么鬼主意 当然是打你的鬼主 把那三个人 都轰出去 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 赶紧滚 我跟你们说 我们爱在哪儿就在哪儿 你们管不着 李彪 麻烦你让欧阳小姐出来一下 我就问她一句话 欧阳小姐已经从后边走了 后门在哪儿啊 在这边 跟我走 快走 别去啊 欧阳小姐呢 欧阳小姐已经走了 你们再敢纠缠欧阳小姐的话 小心我们对地不客气 怎么着 想哪儿啊 打的就是你 给我上 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癞蛤蟆想吃天鹅若 让你吃只苦斗 小气了吧 咱还是回去吧 闪他太难混了 不行 我一定要见见他 一定要问问他是不是岳方 你去了不又得挨打吗 等我们混好了 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 对 等我们混好了 全上海滩 没一个人敢动咱们一根手指的 走吧 没想到上海滩的店铺这么紧销 福建又这么贵 之前 我们把事情做得太简单了 要不 咱们还是先回实际房吧 事情还没做 你怎么老惨回去 这不是没钱了吗 好 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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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有缘分啊 我们又见面了 早先生 怎么这么巧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我们做生意想找进店铺 找到了 嗯 还没有 看来都一样 这个上海滩呢 是寸土寸金 咱们呢 又都是出来乍到 眼前有铜板捡不起 好好的生意啊 做不到 唐先生 你也在找店铺啊 你们都累了 到前面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的聊一聊 走吧 现在上海滩呢 到处都是养鬼子 男女老少 都离不开这个玩意 可是呢 法兰西离我中华路途甚远 运输不变 物以稀为贵 一瓶红酒 到了上海 价格就要翻上一番呢 这就算了 唐先生的买卖很赚钱了 得 谈不上 谈不上 一箱红酒也就赚上 一两百个大洋了 那你还有什么为难的 我管你讲啊 本来我是想在租界 搞一间铺面 做做专营的 可是这个巴黎总部有急事 一定要我回去 时间赶不起来啊 那么多红酒 我又不好带回去 就想找个店铺做做代销 所得获利 大家平分算了 条件这么优厚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对你来说没问题 对我来说可就难了 一来啊 我在这上海滩是外地人 连个party的都没有 有了经济纠纷怎么办啊 二来啊 在上海就是你们宁波人口碑最好 我是个外商人 谁也不认识 实在是难办得很啊 我们都是宁波人 我叔叔是致命商会的 真的呀 真的 那实在是太好了呀 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找到店铺代销的话 我可以不收押金的 唐先生 等我们回去先商量商量 我觉得这事可做 都不需要什么本钱 刚才我去偷偷问了一下酒保 他说 就咱们刚才喝的那杯酒 一杯就是三四十块 看来唐先生说的没假 这确实是个大买卖 我跟你说 我记得唐先生好像跟我说 他有十箱 而且啊 都拿给咱们卖 可是你们不觉得 这笔大买卖来得太容易了吗 不爱 我觉得你想多了 唐兄弟够一起 你看 这么多贵重的酒放到咱们这 一分钱都不要 就是啊 大不了卖不出去 还给他就吃了 这么想 咱们也吃不了贵 这样的话 咱们在街边摆个摊子 就卖货了 那可不行 这是高档品 得有卖相 你一摆个地摊 那不吃了卖假货的了 咱们呀 得找一家 洋人进出多的店铺 行了 这事交给我 我找我三叔去 你快去 三叔 你就帮我这个忙行不行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刚到上海就被人打成这样 你老实说是不是惹祸了 我跟你说了吗 没有 没别的 就是想进您店铺摆点东西 本赚的 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以为那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要是有这样的买卖 你给我拉来 我也坐坐 这不就是拉您入伙吗 你想啊 就是拿东西在你店里摆摆 不用您出一分钱 还有租金可拿的 您的朋友都是哪儿的 可靠 可靠 怎么不可靠 再说 您多人都是以亲戴亲的 我这全上海滩 就您这么一个像样的亲属 您要是不帮我 那我只能重操旧业 靠手去混饭吃喽 好了好了 你这样 徐老板在法租界有个货铺 我一会儿跟他说说 你就先租他的铺子吧 哎呀 三叔 谢谢三叔 谢谢三叔了 三叔 你先别谢我 咱们话说到前面 你要是卖不出去 徐壮贵当然是分文不收 你要是赚了钱 那就不能摆用人家底盘 你得跟人家分账 那是应该的